大家好呀,我是肉妈 我老公的家乡在沙特的北部 一个名字叫iPad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网红旅游打卡地 今天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逛一下吧 我们要去了这个地方在半山腰 它的名字叫high city 几乎来旅游的人都会去那边打卡 今天还约了五姐的一家 还有她两个孩子 我四年抖音记录生活 一千多个视频里 从不评论他人 也不蹭流量 生活点点滴滴 持续输出 我的账号 有图 有声音 真人出镜 四年不间断 补充一个 沙特的国门早就已经打开了 我们去沙特只需要落地钱 过了特殊时期 大家都可以来眼见为时了 我们来谈一个逻辑上的东西 拿一部手机去拍一个城市 最华丽或者是最露破的角落 那都叫另有所图 论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是别人地盘 都不要干这种掉价的事 在我视频的评论区里 经常能够有着和阅读小王子这本书一样的感受 人性的善恶美丑淋漓尽致 我挑了一个并没有恶意 但是确实问出了很多人心声的留言 肉妈 你有没有实现财富自由 你老公没有选择家族联姻 强强联手 现在还跟你一起带货 家族的人对你们的看法会不会有改变 是像好的还是像坏的 哪天出个视频吧 讲讲沙特的网络和国内的区别 有没有实现财富自由这个问题 我留到最后再回答吧 我老公家族里的联姻都不叫强强联手 那是韩剧里老掉牙的梗啊 据我所知 大龙家里的兄弟姐妹的另一半 最多就是个亲戚关系 收入工作都非常普通 各种行业的打工族而已 他姐姐们呢 有做老师的 有搞艺术的 有做家庭主妇的 有被老公宠的 也有被老公冷落的 这不是哪里都有的家常理短和现实吗 关于婆婆和家族对我带货的态度 婆婆是一个沙特老太太 理解带货的事真的没那么复杂 通过这种形式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渠道而已 很多商人在众多生意中看上了带货这个新型模式 又很巧 自己也很擅长 也愿意长期持久的好好干 又具备勇于承担受后责任 还有一种就是呢 玩自媒体玩着玩着玩出心得 水到渠成就带货了 有条件有能力干 难道还端着吗 当然啊 这里面的水平啊 良知啊 参差不起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某些企业 或者是有些经济实力的人也在带货 很有可能他们只是商业布局的一部分 这种商业模式只要是健康的 负责的 它就算及格 不管是在社会里还是在家族里 只要你挣钱是挣得光明正大 没有人会说你这钱不该挣 那不是有毛病吗 那么家里的人一向对我算是比较认可的 我不是一个养尊除优的女人 人情事故一样都不差 好歹算一个懂礼貌 懂事不卑不亢的人 下一个问题 沙特互联网和国内有没有太大区别 除了还没有小黄车以外啊 那种各种PK啊 各种稀奇古怪啊 有阿哥头衔的人呢 都在直播 顺便说一句啊 现在就算有阿哥头衔的人 也没有以前那么华丽 那么好用了 还有家庭主妇直播 做做家务 做做饭 拍个视频 接个广告的也有 有没有实现财富自由啊 我来说一下 我对物质追求呢 只能说是顺其自然 量力而为 多大的脑袋 戴多大的帽子 可以为自己的生活 喜好 花费 助组 在不需要精打细算的情况下 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 我已经很感恩了 算不上什么财富吧 我更希望我的生活里 拥有更加珍贵的东西 但凡珍贵的东西 它都是无法用眼睛看得到 那些才能叫做奢侈品 比方说 父母子女之间的爱 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 朋友之间的情谊 那些都是我的财富 我记录的是生活 个人视角 不是 我认为 我觉得 我朋友说 我的视频 确实有一部分人不喜欢 也看不懂 因为我叫不醒装睡的人 最后说句重要的 我们理智看视频 冷静吃呱呱 散会